瑞港公路花64线6.5公里道路摊坊 阻碍道路通行 经过远景道场查看 现场边坡土石摊坊占据的道路 造成双向无法通行 经过乡公所派员清理之后 目前是恢复单线双向通行 连接华联纵古瑞穗乡 与海岸丰冰箱大港口的瑞港公路 18号上午 华联县警察局凤林分局货报 6.5公里处有土石摊坊阻碍道路的通行 远景道场查看 现场边坡土石摊坊占据道路范围 大约有50公尺 造成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行 远景立即一面疏导 一面通知瑞穗分驻所协助 在瑞港公路西端0公里起点 设置封锁线 港口派出所在东端入口协助设立警告盘 金美派出所在10公里处实施管制 并且也通知全责单位瑞穗乡公所派员请礼 呼吁用户人随时注意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报导 行经摊坊路段应注意行车安全 并遵照现场指挥人员疏导 以免发生意外 凤林警分局呼吁用路人 随时要注意收听电台路况报导 以及提早改道行事 行经摊坊路段时应该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并且遵照现场指挥人员的疏导 以免发生意外 记者综合报道